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无侯者开口说话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 我是主持人盛春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十几万人 因伤病而失去喉咙 从而导致失去说话的能力 科学界一直在努力研发一项新技术 让这些失去咽喉的人重新开口说话 那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种种情绪逐渐萌生 让它几度崩溃 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新型电子设备的诞生 改变了它的人生 让它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高精监中心的 牛海军教授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人医师 陈小红 欢迎您 其实说到猴癌 这样的病例的时候 很多人印象比较深的是 当年的我们国家的 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 李文华老师 李文华老师 他患猴癌的事情 应该很多人很多人都知道 他患猴癌以后 要把猴整个给他拿掉 拿掉以后 他实际上失去的 不光是猴 他失去了声带 实际上声带 是我们说话的源泉 声音的源泉 作为患者来讲 比如我在手势以前 我是正常或 作为同事或社会 是通过语言来进行交流的 但是一旦做完手势以后 没有猴了 他对人或这个世界就阻断了 他想表达 没法表达 又就是不会写字的人 基本上他 我世界就隔阂了 什么样的人会失去咽喉呢 如果是喉部 长得有恶心肿瘤的话 在早期 我们是可以保留猴 但是在晚期肿瘤的时候 或者对于复发性肿瘤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要把猴拿掉 化了肝癌 可以肝脏移植 包括心脏都可以移植 都可以成功了 那猴可以移植吗 猴是可以移植的 猴最早的移植是1998年 为什么国内外专家 再也没有在这个领域 继续跟进呢 主要是我们心脏或肝脏 它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器官 但是猴来讲 我们做移植 它的代价很大 因为我们要终身吃 扛排斥的药 对于患者的生存质量 影响是挺大的 所以后来 医学努力的方向是放在 比如这样 我们电子猴的开发 我们临床技术的改进 电子猴研发的初衷 一定是看到了很多 失去喉咙的人的这种痛苦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研究之前 我们也是没有想到 猴癌病人有这么多 后来我们通过查业资料 再跟我们同仁医院等等 一些医院的医师主任去交流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每年发病率有这么高 在十几万的水平上 所以这也是激励我们 就是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能不能为全猴切除术的患者 去给他们造福 让他们能不能恢复发生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语言在人类的交流当中 非常的重要 我们编辑了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人类的交流有多种方式 肢体语言往往误差较大 文字交流费时冗长 眼神交流则难以表达更丰富的内容 相比较而言 语言对话最直接和准确 也因此成为人类沟通交流的首选 因患病而丧失喉咙 就会陷入沟通交流不畅 被人误解的窘境 如何让罹患喉癌的患者 回归正常的生活 享受幸福的人生呢 让人开口说话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成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要提供动力 就是我们通过胸腔的挤压 把肺脏的气流造成一个高压 这种高压的气流冲击身带 那第二步 我们借助这些气流造成身带震动 然后这个震动在传递到空气当中 它就能发出声 第三步要通过舌头 软卧包括我们的嘴唇 我们就发出音 从声变成丰富的音 所以我们叫声音 我们通过这个咬子气候的变化 具有很多不同的词 词汇就可以出来 原来我们在没有研究出电子喉子的时候 我们失去喉咙的病人 怎么来开口说话呢 一种方法就是从食道发生 还是发生的三个阶段 它把胃当成了肺 先深吸一口气 这个气流通过浮相的扩张以后 科技上提之后 把气流从个食道到达胃泡 到了胃泡以后再挤压 这胃泡的气体通过口腔再出来 引起咽香粘膜的震动 所以等于用胃来替代的肺 我们叫食道发生 我们知道娱乐节目有一个浮语 就是主持人到这上面来 我们就看到它 实际上生态是不发生的 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食道气管漏 这种发生 它的最大的优点 它的气量比较足 因为它是从肺的气量过来的 可以连续说话 现在眼睛可以放一种单向阀门 把这个口给按住 我手可以不放 打一个领带 可以连续唱歌 这在国外有一个节目 吴侯患者 他在台上主持了半个小时 大家都不知道 那它的确点就是声音比较极限 那食道的发生 它要人比较瘦 比较胖的人不行 因为它要中气非常足 它要腹肌或胸腔的配合特别到位 所以比较瘦的人 它比较合适 连食道发生 而且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 但是它发出的声音 它比较自如 如果它配合好 打一个领带 有时候你都不容易看出来 我记得当年李文华老师 画的喉癌之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会谢谢观众朋友 会一段一段的 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李文华老师 在节目上表现 他是用食道发生 还是用人工好发生 如果用食道发生 他一次是达不到 这么大的一个气量 他要把气演到胃泡里面 然后从胃里面再反出来 所以那个气量是不够的 所以一听他的声音是断训 回断训 还有一个就是辅助发生 我们讲人工好 现在是用 在食道或气管之间 打一个通道 然后呢 按住这个灶落口 让肺的气流到达食道 然后再从口腔出来 这个气流经过口腔 时候引起口腔黏膜的一个振动 这个振动就相当于 我们肾带的振动 所以再配合口腔的变化 就能发出一个声音 所以像这种临床技术也很多 但是他是要去医学 要多做一个手术 每一年要更换这一个人工猴 要进行更换 他的费用会比较贵 那个时候还不叫电子猴 叫人工猴 人工猴的研究 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有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讲讲这段历史 我们也是在查一批文献的时候 就发现大概在宋朝 沈阔有一个梦西笔潭一本书 那么在梦西笔潭上就谈到过一个设备 过去人把它叫做桑教祖 其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因为不能发生了 当然那时候没有拳后切除了 但是他没有生缘了 可能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他生态不会动了 那么他也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有人诬告他 他在大堂上又说不出来 那么后来官员就给了他一个设备 然后他就放到嘴里就能发声 大概能听清楚了他的冤情 所以就得以申冤 所以正是我们古代的这么一个故事 实际上这就是人工猴的一个原型 人工猴的雏形 对对雏形 实际上我们古代人非常非常聪明的 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理解 但现在的人工猴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从这个 基础上来的 把猴整个给他拿掉 拿掉以后失去了声带 我们就想能不能给他补一个声带 当然现在从材料的角度来讲 想再造一个声带植入到人体里面去 我们跟陈主任他们已经交流过 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声音的产生的过程实际上非常复杂 它受着神经的控制 那么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用一个外部的这么一个设备来代替声源 从外部给他一个声源 然后让他再去回复发声 因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 人们就是用电子技术的方式设计类似于古代的这种人工猴 给人一个再造声源 所以这也就是电子喉咙的这么一个叫法的一个来历 电子喉咙要涉及到高精尖 那么高的程度吗 实际上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航电器 比飞机要更精密的一个仪器 可以这么简单来说 声音的产生的过程实际上非常复杂 是完全靠着发声器官的配合 我们的唇 我们的尺 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鼻腔 和上升道的整个的形状的变化来发生的 同时受着这个脑 就是我们思维 就是我们的神经的影响 我们想让他说什么声音 然后这个神经传导到声带上 声带会通过他的紧张程度 崩的紧张程度来变化他的频率 那同时我们肺部的气流还要冲击 如果声带减了 那么冲击的时候他的频率就高 声带松了 冲击的时候他的频率就低 就像我跟主持人您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发出来的声调是一扬顿挫的 为什么会一扬顿挫呢 就是我们的声带本身 在随着我们的思维 在调节他的频率的变化 我们今天的电子猴是什么样的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外置的声带 那么既然是外置的声带呢 也就是它本身就能发出声音 那它发出声音怎么发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一个电池里面的发声马达 马达呢 做这种往复的运动 然后就可以产生一种声音 就是我们刚才讲发生的三个阶段 这个电子猴就取代了第一或第二个阶段 所以你只需要口齿做配合就行 第一阶段是我能出来声音 然后用唇齿之间的变化来说出字来 对 它只需要口型变化 就是你去配哑句 说哑句 我们有双簧 后面有人说 前面有人不是做口齿的动作吗 后面说话里的人相当于电子猴 就挤在这个上面 他只是做动作 这个声音就可以发出来 是这样 那说到这个话题呢 我们看看我们编辑的短片 笛子发出声音的过程 与人类发声有些类似 人类吹气给予动力 笛膜如声带一样震动 发出声音 按在不同笛孔的手指 调节着笛声的声调韵律 就如同人类唇齿蛇等器官 把声带发出的声音 调节成语言 但是人类的语言 要比笛声复杂得多 因为人的声音 不仅受唇齿蛇等器官的影响 还会根据人的情绪波动 有所变化 紧张 愤怒 悲伤等情绪 通过神经信号传导给声带 就会影响声带的状态 声带或松或紧的变化 都会让它发出的声音 截然不同 所以要仿生人类的声带 不仅仅要做出一个 差不多的狄魔 还要抓住人不同的神经信号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电子人工猴 能否完全替代 人的声带呢 这个电子猴具体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现在的电子猴呢 有好多种类 其中最简单呢 实际上它就类似于一个 这么大一个手电筒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在身体外挂 对 在身体外 就是我可以拿一个 咱们看一下 就是大概类似于这么小的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 直接就顶在这个猴 切除患者的脖子上 然后它就可以产生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呢 就可以传到患者的口腔内去 然后患者呢 对口型就可以发出自己需要的铝盐来 所以它使用起来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我使用不好 因为这个需要训练 训练的是什么 因为它过去发声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 它想说 它就说了 因为声带的从小就已经训练好了 但它现在没有声带了 它这个声源如何和它所要说的话来配合 就是口腔的运动来配合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人光顶到这儿 但它因为它猴切除了以后 它本来就发不出声音来了 它也不知道如何去对口型 它也不知道自己发出的声音到底怎么样 所以呢 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 如何使得电子喉声源和它的发声的器官的协调更好 经过自己人机的长时间的配合之后 会让你的语言更精准 是的 电子喉它最早出现于美国 但是国外的电子喉呢 它一般没有频率变化 就是一个单一频率 也就是说它可以传递信息 但是情感就会肉化一些 它关键还不仅仅是情感 因为国外的英语 你比如咱们说语言 咱们说speech 语音 它speech 它是靠S-P-E-E-C-H Speech 你只要能听到这几个发音 因素 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 但中国话语不是 中国的语言呢 你像妈 马 这四个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如果没有频率变化的话 你这四个声音 四个完全就都是妈 都是妈 都是一声 你就没有二声 三声和四声 所以国内对它的频率的变化 有很大的要求 那这不是对我们的研发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使得电子人工猴 它的频率变化更丰富 能说出我们汉语普通话的这种声调来 否则我们听他讲话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 再也就比较难以理解 如果有了声调 那就非常丰富了 而且就像您说的 可以带上他个人的一些情感信息了 现在能做到了吗 现在能做到一部分 一部分是怎么理解 电子人工猴其实它的核心 还是在防我们的声带 声带的振动 那防声带振动 实际上是防两方面的东西 第一防声带振动的这个波形 第二防振动的这个频率 那么振动的频率 核心问题还是我们的神经控制的问题 如果能把神经控制的问题解决好的话 那么这个仿声就能做得更好 因为电子猴的这个频率调控 就是它的声调的调控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如果完全要做到这种变频 我们就必须了解清楚 它的发生的神经机制 我们把这个神经信号如果能拿到 然后用它再反过来 再控制我们的电子猴的频率变化 那就能做到实时的变化了 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神经信号的获取和它的解码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 那今天我们这个电子猴应用下来如何呢 电子猴还是它容易学得快 非常方便 在短时间内能给它提供一个重新开启 或者跟社会交流的这种渠道 对于它来讲 这是非常意义重大的 电子猴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把它大概归结为三代产品 第一代它没有频率变化的 比较适用于西方语言的那种 第二代就有频率变化 但是频率变化并不是很丰富 像西方语言里面 就是西方的电子猴 它现在设计的有高低频率 两个频率变化 那完全就能满足它们的说话习惯了 但是就满足不了我们汉语普通话 所以第三代我们已经做出来 能产生四种不同声调的这种电子猴了 当然未来我们可能要使得 这个频率变化更丰富 甚至于广东话 七八个声调的这种话 我们也能给它说出来 用自己的方言讲话 更舒服更亲切 现在的电子猴的功能 有可能升级到这样一个程度吗 实际上电子猴的这个发声 和方言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 因为某一个地方的方言 一方面当然跟我们的声源有一点关系 但是关系不是特别大 它主要的方言还是靠着我们上声道 就是靠着我们唇 齿 舌 鼻腔 口腔的配合 来变化它的声调 如果这个电子猴做好了 它用电子猴的时候 它这样能说出四川话来 这样能说出云南话来 这样能说出它三川话来 是这样的 取决你的原始发生的口唇之间的变化 对 我们的电子猴在临床应用上有没有副作用 这个产品基本上认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非常安全 电子人工猴应用起来到底如何呢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利用现代电子技术 新的电子人工猴 实现了对声带频率上的仿制 也比以前的电子猴拥有更丰富的频率变化 让发出的声音更加贴近人声 但是要想让电子猴的声音真正的与人声一样 甚至做到每个人都找回自己原有的个性声音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那目前在电子猴研发的过程当中 限制我们发展的技术瓶颈出现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主要还是频率的变化的调制 就是如何使这个频率变化更丰富 我们想让这个频率变化更丰富 我们就要想很多很多的办法 实际上最根本的是要解码出来 我们的神经到底是如何调控这个声带的 神经信号跟声带的这个整动的频率的高低 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这属于基础研究的一个范围了 我们只有把这些基础研究 神经信号的这个解码做好了 我们可能才能更高一步的提高我们将来的电子猴的这个质量 目前的技术不能够做到女生和男生的区别吗 目前做不到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声源是外置的一个声源 因为这个外置声源要进到口腔里面 那首先要经过进步组织的这个皮肤 然后进去和组织 而人体的这个组织呢 用学名来说 它是一个对于声音来说 它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就是低频的声音它容易通过 高频的声音就被滤除了 所以我就是给它一个高频的声音 它经过了这个组织以后呢 从嘴里出来的又变成一个低频的声音了 一般大概就是在80了到150赫斯了等等这个范围 而女生的一般都三四百赫斯的这种高频声音 而恰恰我们这个组织呢 把那个高频给滤掉了 所以特别是女性用电子喉的时候 她说出的话有可能很粗很低沉 所以就有点像男生 还有一个心理重建的过程 比如像以前你是个歌唱家或者是个老师 你的声音锐了动听 但是机器出来的声音 不是它自己原来的声音 很多人他不容易说 他有一个心理重建的过程 我们这个电子喉除了帮助拾取喉咙的人之外 会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注意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能想象我们可以看到 在电视上有一人插管了 在SU插管了 插管了没法说话 他要去表达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把这个电子喉往上放 他是可以说的 特别是作文切分切开的 他没法说这个手都是可以动的 所以这些场景都可以用到电子喉 那从未来的角度来讲 我们研发的未来电子喉这个技术 它的应用前景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去畅想 其实这个仿生技术在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里面是无处不在 真的是无处不在 像我们北航在做的好多飞行器等等 其实都是在仿一些昆虫或鸟等等它的飞行方式 我们电子喉同样是仿声带的振动 实际上核心问题还是我刚才所说的神经调控的问题 如果这个神经调控做得好 它就仿得好 那么它所涉及到这个相关技术 在其他的医疗领域都能应用到 我们的人工器官 我们的人工肺都跟神经有密切的关系 也靠着神经的这个调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讲话头技术 那么这个讲话头技术实际上 为将来的机器人的发展 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之处 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也是采用的是合成技术 它嘴一张一臂一张一臂 它说的话和它的嘴型和它的整个声道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这样如果能 均匀发生器官的这种重建技术能做得更好的话 那么它就完全靠着自己嘴型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口腔的变化 就能发出声音来 陈先生在临床有丰富的经验 比如说这种仿生的技术 会对我们临床未来的耳鼻喉 甚至其他的人体器官替代有启发吗 作为临床来讲 我们作为应用的终端 我希望未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刚才纽教授反复强调的 我们汉语它本身固有的特征 它是要四个语调 把语调能够在我真功耗上再现 我觉得这一点未来可能也要结合电胜利 它是一个复合医学和一共结合的一个课题 可能要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再现个性化的声音 个性化的声音就是我是我的声音 您是你的 你的声音很热主持人是吧 但我们的声音可能是另外一种声音 郭昌佳是郭昌佳的声音 就还原你本真的声音 对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 或纽教授我们课里做了一个工作 每一个到我们课治疗的人 我们都要把他身在没有发病的 以前的声音都有一段声音身在指纹 作为指纹库 每个人只无库做起来 未来纽教授 他的技术发展了 我们可以直接模仿他的真身 所以这是未来我们提供个性化的一个服务 第三个 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非常多 有一种术叫成读 看嘴唇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话 如果未来通过我说话 我说一二三四 我的嘴唇提前录出来 如果解读好 然后再把我的嘴唇以后说话 它可以快速这种组合 通过成读的方式 可能通过类似于人工喉 把这个声音解码出来 我们希望这种可能是更高级的 你只需要动作口心 这个声音后台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想未来从临床上 我们的义工 其实很多这些要求 希望能够满足婚女的要求 在临床 您一定是看到很多患者的痛苦 才让您启发 留有这些素材 当我们科技真正发达的那一天 还患者本来的声音 真实的声音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